你有个LINE的账号登录在一只手机上 但这个LINE的账号却同时会有很多人在共同使用 那每当自己需要使用这个LINE的账号 我就得等到上一个人使用完才能够换到自己使用 如果你有这些困扰 那今天这一支影片你绝对要看下去 因为我今天就是要教你如何用同一个LINE的账号 开启多个分身在不同的手机上使用哦 这样你之后就不用再等到上一个人使用完再换到自己啰 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都是 这个我们没有落着 这个我们没有落着 这个我们要看 这个我们没有落着 第二龙 第二龙是飞号 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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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的几支手机 准备第一手机是iPhone 我把iPhone当成我的主LINE 我用主LINE 那我就会在这边我的LINE的这里 就在这边 你必须要先有一个账号在这里面 那我就用我的LINE LINE 你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是我的主LINE 主LINE的账号的功能其实像跟你全部一般用到都是一样的 上面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功能啊 比如说像主页啊聊天啊贴文串啊 today啊跟钱包 这些很是目前LINE的一个完整功能 你可以再准备一支手机 那这支手机呢我们必须要下载一个东西 叫做LINE Lite 你下载一个LINE 让它当成你的第二支手机 那我们把它点开 好 点开之后呢它会显示一个叫做开始使用 然后下面呢会有个叫做以电子邮件账号跟行动码登录 我们要选择下面这个 好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用行动码登录 然后这个时候跑出你的行动码呢 你就回到你的原本的主LINE那一支开启的一个叫做 就是上面右上角这里不是有个加好友吗 然后呢 等一下这里加好友这边 然后这边会有个行动条码 我们这时候呢必须用行动条码登录 我们把它扫描 然后按登录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第二支LINE的登录成功了 好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个人账号这边呢 有没有都叫做NEMO 这个是我的NEMO账号 那这时候我们要来测试一下 两个手机到底能不能同时接收到讯息呢 好 我们就要开启另外一个账号 来跟我这支账号聊天看看 好 我现在要用我另外一支账号来跟我自己聊天哦 先放个Hello看看 然后我们点击看看我们的聊天大礼 是不是同时有跑出两个讯息 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我用我的账号叫蔡少那一个 我们点击点进来 等一下蔡少这个没点到 有没有 两个都叫同性化 然后我跟她说 蔡少好帅 NEMO好可爱 有没有发现两个同时都有讯息哦 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很神奇的那你只要有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同时的在别的手机 另外一支手机里面 也可以继续使用这个LINE的功能 为什么WELL很多人会需要用这个功能 主要是因为有可能这支是公用机 它可能是公司机 所以呢 它常常必须用跟客户 公司WELL有时候为了保持跟客户联系的方式 然后需要用到自己公司的一支的电话号码 然后去登录一个LINE 创立一个LINE的账号 然后来做业务联系的方式 那今天这个方式就是用这个方式 你就可以就不用再等到跟另外一个人用完了 才换到你使用 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两个人同时使用同个LINE的账号哦 而且也不相对大 因为我们通常会有自己对接的客人嘛 那今天假设有第三个人要使用怎么办呢 我现在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我同时开启我的一个另外一个方式 我现在刚刚使用的是LINE Lite 假设我身边也有一个不是手机的话 你刚刚有Pay也可以 你在去iPad里面去下载它的LINE的功能 我的LINE在哪里呢 我的LINE在这里 OK 我去下载一个LINE的APP 你点进去之后呢 一样 一样别忘了 记得是使用其他方式登录 然后就用 就用条码的方式 那我们这边呢 一样用我们主账号这一支 我们去加入它 然后记得用扫描的方式哦 好 好 登录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的LINE 我的iPad这边 也有刚刚那一个 那我们再看看 会不会三个装置同时都能够开启这个功能 会有同步率的方式 那我们再试试看 我输入什么呢 NEMO将来是美男子 有没有 登登 一定 一定会迷到 众人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三个装置同时都可以使用 LINE同个账号 然后 他的聊天的内容 讯息会是同三个同步都有 是不是超强 以上呢 就是今天同个LINE的账号 在不同的装置里面呢 多开教学 今天这边教学就介绍到这边 那我相信 如果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在底下面留言 如果你还想要知道 更多不一样的 关于LINE双开的问题呢 都可以先留言告诉我 或者你有想要知道 什么样一个主要特殊的功能 然后你有这些疑虑的话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我会尽我的所能 将我所知道的告诉你 OK 好 那今天的教学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